李大哥 跟你这么一聊 确实心情好了很多 什么 看样子刘姑娘似乎对令兄有意思 刚才对继闻说的事情 你自己心里清楚就行 就不必告知令兄 大司空 我兄弟二人与刘衍一同起兵 也算有些交情 这么做恐怕 继闻贤帝论交易 可刘氏兄弟不一定这么想吧 昆杨一议你身陷敌营 侥幸逃生 可回到晚城之后 他们连问都没问 反而疏远你就不觉得奇怪吗 我问过马五 昆杨帮助刘秀乍的人是方毅 冯毅与刘秀交好 料想 没少在他面前说你的事情 现在刘衍和刘秀 都在怀疑你曾经叛逊 只是不当面说而已 我根本就没有叛逊 那冯毅本是新君之人 他们凭什么信他的一面之子 他们不信 陛下和我却信你 刘氏当兴 李氏为府 继闻贤帝以后 必成我朝之洞良也 你不是看上刘衍的妹妹了吗 只要你替陛下办成了事 以后还不有的是机会 李 承蒙大司空提拔 姐姐 凤儿给你带了疗伤圣药来 什么圣药啊 不会又是陛下送来的吧 是邓陈叔父带他来的 是邓陈叔父带他来的 说是找了个名医给你看病 我还以为谁呢 你俩有话就快点说吧 千万别让大哥和殷星察觉了 好 哇 真是迫仃 三哥金费希笔了 还这么怕我大哥 我这不是怕见不到你吗 三哥 听说你去找顾岑鹏了 是 我本想 拼了大哥的责骂 背上沙翔的骂名 也要手认这个仇人 但没想到 最后我竟没下得了手 与理来说他没错 他是个合格的士兵 只是大家各位旗主而已 可是于晴 我对不起二哥二姐 还有家里死去的那些亲人们 三哥 你做得对 大哥现在正是用人之计 杀翔将对大哥的名声不利 况且还有诸伟他们 在跑虎视眈眈的 我知道 我明天某时就要出发了 我就是担心诸伟有意把我掉开 这才不顾礼法急着来见你 这么快啊 大哥的性子执拗 我担心在这个非常时期 反而容易引出祸端 你要多提醒他 有时候 你看事情要比他看得透彻一些 要注意时刻提防敌人的冷枪案件 这个你倒不用担心 其实陛下对我说过 他并不是真的想要对付大哥 况且现在四方未平 朝廷还需要你们效力 他不会这么自毁长城的 你别担心了 我一定会照顾好大哥的 要是有人对他不利啊 我拼 喂 我 我拼命也会保护他周全的 还拼 就怕你拼命 自己伤都还没有好 你再拼啊 我的命都被你下掉半条了 好 对了 一有什么情况 即刻派人传书于我 若是来不及的话 也可与你大哥商量 诺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啊 我会尽快回来 等我再回来 我们便再也不分开了 燕熙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 谢谢谢谢 你这么慌张干吗 我没有啊 邓表兄不是请了个大夫来看诊吗 对啊 殷大哥呢 大哥在厨房和邓表兄下棋呢 一会儿就来 姐姐的伤怎么样了 怎么还请外面大夫 让我进去看看 你让 你现在不能进去 我怎么不能进去 总之 你让我不让 你听见没有 快去 你让开来啊 我不让 你是不是有点事 没事没事 总之你就不能进去 我告诉你啊 这个大夫呢 很奇怪 很孤僻的 他给病人看诊的时候啊 旁人是不能在场的 你怎么能让外人单独见姐姐啊 你不知道姐姐有伤在身啊 快让我进去 对了 不好了 出事了 出大事了 又出什么事了 到底怎么了 琥珀 琥珀怎么了 琥珀她 琥珀她到底怎么了 她 她今天 今天好像不太舒服 你得去看看她 琥珀今天不舒服 我怎么不知道 其实 也不是不舒服了 她只是 琥珀她到底怎么了 她最近啊 天天都跟玉池俊在一起 琥珀跟玉池俊在一块 琥珀是殷家人 是我的士璧 她要怎么 会跟玉池俊在一块呢 对啊 琥珀呢 是殷家奴婢 但是啊 玉池俊呢 是大哥的门客 大哥很看重她 想拉拢她 所以啊 你别乱说啊 你好好看着姐姐 姐姐 为了你和刘秀 我可把小叔叔都给卖了 下次小叔叔教训我的时候 你可得帮我说好话 她看她 快点 她干吗 这就是她的 娘 我先扎她 你呢 怎么觉得她 说完了 还没有 公子有什么事吗 我有什么事 还有向你知会 你也是 你是谁的士币啊 还要我来找你 公子 对不起 奴婢是因为 二公子 是我找琥珀帮忙 殷家护卫各司其职 你做不好 可以找大哥安排人手配合 这是你做的事情吗 什么事你分那事 你分不清楚啊 如果我有什么闪失 谁负责 你 奴婢知错了 以后会知道分寸 二公子 那属下先告退了 你在喝我吃气吧 奴婢不敢 奴婢自始至终 就只听公子的吩咐 公子有何差遣 奴婢这就去做 三弟 打你从殷家回来 你就乐呵呵的 明天咱们就出征了 还让大哥来喝酒 这可不像平日里老实的三弟啊 那大哥觉得我应该是什么样子 三弟 你小的时候就特别老实 父亲去世之后 你就变得越发安静了 不玩也不闹 整天跟在我身边 像个小萝卜头似的 是吗 我有那么安静 有那么傻吗 你不仅是傻 你是傻乎乎 原本我以为你像二哥一样 只知道种田吃饭 可是我没想到 一转眼你长大了 便能有出息了 这次昆阳大战打得好 打得漂亮 大哥我也甘拜下风 大哥你过奖了 这昆阳大战是多亏了将士们齐心协力 你可别忘了 你是统领 青史之上 你就应该居于守宫 三弟 原本大哥还挺担心的 我担心你胆小怕失 优柔寡断 没想到啊 大哥想错了 你不仅是有勇有谋 而且是有惊天伟地之才 是我们刘家的骄傲 来 这杯酒大哥敬你 好 敢 敢 大哥 弟弟我 你也得敬你一杯酒 没有大哥 就没有文书的今日 谢谢大哥 敢 三弟 以后没有大哥陪在你身边 你就可以独当一面了 大哥放心吧 文书自当努力 不过 大哥 我身边的将领也不多 要不让我把刘继带在身边 那可不行 你可别忘了 刘继不是你的部下 你要把他带着 那诸位他们知道的话 又要拿他说事了 我知道你是担心刘继会惹事 放心 大哥马上要出征了 我会把他带在身边 不会有事的 你说你啊 还是这样 难怪丽华整天说你 什么啰哩啰嗦的 说到丽华 大哥 文书想请大哥帮个忙 等我这次从复城回来 我想请大哥替我去殷家提亲 行啊 这件事情包在大哥我身上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你们的婚事 办得是热热闹闹的 大哥 不用太过隆重 那怎么行啊 三弟 你可是守身如玉三十载 你放心 这婚事啊 我一定会帮你们办得 风风光光的 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我刘伯生的三弟 昆杨大帝 取妻当得殷丽华得偿所愿了 行 那我就听大哥的 三弟 男人当成家利益 我们兄弟俩打入长安 扫拼天下 这王冠爵位任你选 大哥 不瞒你说 文书不求什么功名 我只求今生今世 能够追随大哥 同生共死 我只求今生今世 不离不弃 好 同生共死 不离不弃 只要我们兄弟俩齐心协力 一定能够重建 大汉基业 盛世江山 干 干 伤才刚好 又要跑去哪儿啊 大哥 这 这不是在屋里待了好几天了 我闷得都快长草了 想说出去走一走 闷得都快长草了 昨日明依前来 就没帮你拔把草吗 凤儿 陪你姐姐一同出去 如果再惹事 你二人都不用回来了 一起出城去御阳吧 诺 那 走了 你也想去啊 我 我不想 不想就安心下棋 我安排琥珀与玉池俊协方家中护卫 你有意见 我没意见 我只是想 琥珀是从小专门侍奉我的 那又如何 琥珀只是个势必 如果你觉得有何不妥 我另换一个石壁侍奉你吧 不用不用 琥珀很好 我知道了 大哥 好啊 看看 看看这皮子 这次我们马的装备 都是精挑细选的 都是最好的 告诉你们这打仗啊 马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有了他们就保我们万无一失了 好好地弄一弄啊 好的 李静 你那匹马明天给他洗一洗 洗干净了啊 好 狼烟起乱世心 浮成终生死无际 命运白白无息 红镜里谁人已 斜阳落空手回忆 相思何处忘记 闪不断爱情四伤 如果失去它 何必独把停下 我的手 是 还能忍不住 你 我 就 你 有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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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那 我 我觉得皇帝应该懂制衡制術 倘若真是对你大哥不利 那王匡等陆林军 岂不更加死无忌惮 还有 丽华在你大哥身边 殷家的实力你最清楚 应该无碍 但愿如此吧 将军请饮酒 丁柔姑娘 她真是 上次我和你去昆阳的时候 我爹私自替我娶了一个妻子入门 阿柔为了跟随我 自检身份为奴婢 留在了府上 顾孙 我了解你的性子 你不会让她这一辈子 都没名分地跟着你 你打算怎么做 我一定会给她一个名分 对了 丽华的伤势如何了 待将军回去 也该去殷家提亲了吧 大哥说 等我这趟回去 就来安排我跟丽华的亲事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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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干 你不是要回鲁阳大营 找你兄弟去吗 怎么还不去 我不能走 刘璇不是要封赏我吗 等他赏了我再走 大哥 再催催他 他是皇帝 哪有催人家赏的呀 皇帝 当初带领我们起兵图大事的 是我博生大哥 他刘璇有什么能耐当皇帝 事已至此 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说出去 不是给人贴话饼吗 刘璇封了你跟刘旨 刘刺他们几个 你当然无所谓了 怎么不替我们想想 出生入死的什么都没有 你还帮刘璇说话 说的什么话 陛下封赏 我还能塞回去不成 大哥 我先走了 刘家 刘家 你看你这嘴巴 大哥说多少遍 你就是记不住 这件事情能怪刘家吗 我说什么都不对 算了 找朱佑喝酒去 走 姬儿 姬儿 走 咱们也喝酒去 这 这怎么都走了呢 谁陪大哥喝茶啊 大哥 我不是在这儿吗 我陪你喝 你说这个稷哥也不是急功耗利的人 这一次怎么回事啊 这件事情也不能怪他 这次攻打晚成 他的队伍里死伤的弟兄最多 他去逃赏 是为了死伤的弟兄的家眷着想 但他这样口无遮拦的 我怕到最后真的会出大事 你放心吧 这次攻打汝南 我把他带在身边 打汝南 我也要去 对 大哥现在兄弟多了 不需要我了 你用激将法激我是吧 别以为大哥不知道你这点小心思 不过我告诉你 不行 你上次受了剑伤 我还不知道向殷实如何交代 好好休息就行了 这次攻打汝南 我再把你带在身边 那你大哥知道了 该把我吃了 没事 我偷偷溜出去 偷偷溜出去 你想都别想 你马上就成为我们刘家的媳妇了 你就在这好好待着 陪陪殷实 你放心 等我跟文淑打仗归来 我第一个冲到你们家去 给我三地提亲 不不大哥别 我都还没想好呢 不急 你是不急啊 他有人急啊 你也不想想 这文淑都多大了 大哥我呀巴不得 他赶紧把你取进家门 你就在这好好等着 到时候 乖乖地嫁到我们刘家来就行了 啊 你们半夜三更地跑过来 就是为了让我听这些 陛下 那刘继还说 说 说陛下之所以动不了刘衍兄弟 是因为还用得着他们 日后等陛下统一了江山 那就用不着他们了 用不着他们又怎么样呢 陛下 在下认为刘继是嗜酒之徒 又是一介武夫 他的话不一定可信 你也知道武夫狂言不必理会啊 陛下所言极是 这刘继他确实是个武夫 可是他一介武夫 又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只怕这话不是他说的 以他的脑子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难道是 刘衍和刘绣兄弟俩一谋的时候 被他无意间听了去 才在军中嚷嚷大放厥词 陛下 臣还有一事要走 那府城武城也归顺了刘继 之前定国公汪匡带兵攻打 府城抗拒拒不投降 直到是刘继前来便如约见证 如今看来此事早有勾结 大司空所言有理只是天下未定 还需要依仗那些会打仗呢 如今新军精锐一灭 四方群起而攻之 往往已不足为虑 但汉军定洛阳去长安 很快就会向刘继所说的 用不着他们了 那刘衍绝非甘于人下之辈 陛下还得早做打算 陛下 臣一片重心 严禁于此 请慢 刘衍身边那么多人 前呼后拥 你怎么处置 陛下 刘衍此人 成与他的义气 也必将毁于他的义气 刘继不是在等陛下的赏赐吗 臣有一计 就先从他的身上下手 她记得起来 Ain 小仙 樫姑娘 韩�ue夫人有要事 请您过去一趟 秦二位到大厅等候 我换衫衣服就过来 诺 姐姐 这韩基找你去做什么呀 还不是想拉拢殷家 不过他未来可能是皇后 也不能得罪 我去敷衍一下吧 你先去帮我跟博生大哥说一声 姐姐 我得去邓陈叔父那儿 他说他有事情要找我 我去韩基那儿也不能佩剑 你先帮我拿着 晚一些我去表兄家找你 晚上我们去博生大哥家吃饭 好 赶快去吧 刘继 陛下封赐你敢抗命不遵 你是不是吃了狗胆 抗命 抗的是什么命 刘璇当初答应了什么 现在封了个什么玩意儿 你是不是吃了狗胆 抗威将军 知足吧 那是看在你大哥刘衍的面子上 封你抗威将军 已经是高看你了 少跟我来这套 刘璇是什么东西 打过什么仗 立过什么功 要不是我大哥 凭什么当皇帝 凭什么支持我 回去告诉他 这封赏也有不要 刘继 辱骂陛下 你想造反吗 刘继 收起你的兽魂的吧 吓你谁啊 爷爷 我打仗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你在刘璇面前 像条狗一样的摇尾巴呢 我摇尾巴 你也就是在你大哥刘衍的保护下 狂的像条疯狗 回到陛下面前 你还是缩头乌龟 有种你再说一句诗诗 刘继 刘继 松手 松手 这是在你大哥账下动机手来 日后你大哥没法交代 这样 我去找陛下问清楚了 再论上次也不止 免得人家说怎么利亏 李 这儿关你屁事 滚 你 怎么 我自己找刘璇问去 当面问 刘继 刘继 否刘继 想起来 什么 做 您 董人 谢谢 您 恢复女儿身才对呀 夫人教会的事 我自从跟随陛下来到晚成啊 也是累得很啊 封少的那些文武百官 你猜怎么着 他们的家眷一下子全来了 借着谢恩之名 姐姐长姐姐短的 光是帮陛下处理这些事情啊 就折腾得我头晕脑胀的 难得今日清闲 这才邀妹妹过来 一起赏花 看景 放松一下心情 夫人 殷疾还有军务尚未处理完成 先行告退 等等 妹妹要不说军务啊 我差点都给忘了 来 把冰册拿来 其实今日邀妹妹来 是想请妹妹帮忙的 这里是汉军阵王将士的家眷名册 陛下让我帮忙安置 可姐姐连军职高低都分不清楚 哪里懂得这些呀 只怕弄错了 那个牺牲将士的亲属子嗣 安排得不够妥当 妹妹心性 又深知军中事务 妹妹 就且帮帮姐姐这个忙吧 封面 未经易 伍生兄 不好了 刘记出事了 刘记 他出什么事了 陛下奉刘姬被抗卫将军 刘姬不服 当众抗命 被张某押去见陛下 说是木无君上 论罪 论罪当战 走 带我去见陛下 放开我 放开 放开我 张某 你也不怕 你放 宫里有什么事吗 张某 放开我 放开我 将军 这好像是诸位大司空安排的 将军还是莫管为好 大丈夫恩怨分明 要不是刘衍宽宏相待 我等早已死无葬身之地 退开 诸位和陛下 不然是空要对博生大司徒不利 宫里现在危险得很啊 大哥已经让李懿给叫走了 那现在怎么办呢 你还认识谁 能在陛下面前说得上话 快找人求情啊 好 我想想 对了 殷丽华 我现在就去找他 好 快去 来 请 这个 有一点 但你还能够 就这么走了呢 穷儿这两天啊 一直喊着鹰姑姑鹰姑姑地想见你 妹妹 就留下来一起用碗膳吧 夫人不必客气 改日吧 我都已经拆人下去安排了 妹妹不要推辞 张毛 你这个蜀辈 要不是我们替你打江山 你们哪有今日 打 刘璇 你这个妄伯的畜生 识相的话把爷爷放了 刘敬 当初你逼着陛下风赏 如今疯了你 你又挑三剑四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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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尊 你当真以为陛下 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纵容你吗 陛下 刘敬如此嚣张 无非是仰仗大司徒刘衍之命 刘伯生图谋不轨之事 也是他自己说出来的 是吗 你们害我变害 扯上我大哥做什么 你们 你们想谋害我大哥 你们这帮 刘敬 等着你大哥替你来求情吧 大司徒留眼觐见 大司徒留眼觐见 这帮你 你还记得到 不大 不不得了 你还记得了 好好看 我必须 你还记得了 你还记得了 你要记得了 我必须 这帮手 你还记得了 我必须 你卿的事 你还记得了 大司徒 刘继在军中屡屡造谣声势 祸军心 对陛下心存不满 今日更是当着众人的面抗旨不遵 辱骂陛下论罪当诛 陛下 刘继少不耕士 还望陛下看在他也是南洋宗室子弟 跟陛下同族的份上网开一面 求陛下开恩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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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刘继出事了 姐姐 伯盛大哥进宫见陛下了 刘远亲见陛下 关妹妹什么事啊 等等 放开 好大的胆子 给我拦住他 谁敢 伯盛 刘继所为 朕已经是毅染在人了 大司徒 朕 是 当初汉军入城之事 是你刘衍一再陈情 要治军严敏不得循司 如今你劝陛下开恩 分明就是循司包庇 让陛下如何扶重呢 刘衍 当初伤我手臂的时候 你是怎么说的 现在轮到你的人了 你就要坏超说法 陛下 刘继随臣冲临起兵以来 骁勇善战 屡立战功 尤其是这晚城一战 更是杀敌无数 好一个杀敌无数 你的意思是说 只要立有战功 就可以欺君犯上 目虎君主 这天下还未定呢 汉军这是用人之计 陛下 还求陛下宽宏大量 能再给刘继一个折功的机会 陛下 刘继当中辱骂陛下不杀 不足以毙进位 诸位 陛下 刘继必须得杀 否则所有将士都可以鞠躬 我看谁敢斩他 谁敢斩他 陛下 臣一时激愤 陛下 刘继鞠躬自傲 早有不臣之心 击毙已久 诸位 我跟你无怨无仇 为什么要口口声声勾弦于我 你 你 刘继 等着陛下的面你敢动手 陛下造反吗 你 你 你 陛下造反吗 柯基 大利 大利 快走 他们要杀害你 别管我 走啊 走 不上 刘继最无可赦 你真要保他 谁敢动我兄弟 就是动我刘伯胜 张某 我今天让你血债血偿 大胆流言 但不在陛下面前请求 来人 保护陛下